欢迎来到学用数学,数学有用 这道题又在考经典的因数个数问题 现在P4-P3有36个正因数 首先我们先向这个数做分解 这分解变成什么?P3乘上P-1 好,那这个数的因数个数就是什么? 就是四方加一相乘 当然这里要分解成直数 好,那这个3加一呢,这边会得到是4 所以要得到36,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,就是4乘9 第二种就是4乘3乘3 好,那我们先来看一下4乘9对应到的呢 这时候P-1就刚好只能是什么? 只能是某个直数的八次方 好,但是呢,P要小于400 所以这边我们会对应到一组解 就是什么?2的这个八次方 好,因此这里对应到的P呢 就会是2的八次方加一 好,所以也就是P这边会等于Q乘R的平方 再加一 好,那Q跟R都要直数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选择232527 好,那2跟11 22的平方就超过了 那3跟7平方也超过 因此Q呢,有可能是这几个数 好,6平加1是37 然后呢,10平加1是121 14平加1是197 然后加上上面这个257 对,那这几个相加总和会是592 因此最接近的答案就是这个C 对东西没问题 对,那谢谢